大家好,在这个视频中我们会介绍Workstance Editive的测量工具 测量工具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测量类型 包括测量信息,测量距离,测量角度,以及测量半径等 来帮助我们测量零件的尺寸 让我们先看一下信息测量页 信息测量页可以帮助我们测量零件上点,线,以及三角面片的信息 那我们先以点为例 我们选择点,然后在零件上选择某一个点 在测量工具页就会显示它当前的X,Y,Z坐标 那如果我们测量的信息是线 我们选择线,然后在零件上捕捉某一线段 在测量工具页下面就会显示它的两个测量端点的X,Y,Z坐标 还有它的长度 如果我们测量的信息是三角面片 我们选择三角面片 然后在零件上捕捉一个三角面片 在测量工具页下面就会显示它的三个顶点的信息 还有它的法向与Z轴的角度 第二个是测量距离 你可以从下面的选项中去选择你要测量的信息是什么 包括我们可以测量有点到点的距离 点到某一个线段的距离 点到某一个三角形的距离 点到某一个平面或者坐标轴的距离 还可以测量某一个线段到另一个线段的距离 某一个线段到某一个三角形的距离 某一个三角形到另一个三角形的距离 以及测量厚度等等 另外 我们还可以选择测量的限制范围 比如3D空间 2D平面 或者坐标轴等 那我们先以一个线段到点的距离为例 我们在第一个下拉选项中选择线 在第二个下拉选项中选择点 然后在零件上选择某一个边线 再选择某一个点 这样我们就可以测量到这个线到这个点的距离 同时 在测量工具页下面 也会显示我们当前测量的一些具体细节信息 我们再以一个三角形到线的距离为例 我们在第一个下拉选项中选择三角形 在第二个下拉选项中选择线 然后在零件上选择一个三角形 再选择一个平行于这个三角形所在面的线段 这样我们就可以测量到这个三角形到这个线段的距离 你也可以移动测量线 把它拉远一点显示 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对话框底部的清除测量按钮 来清空一下信息区域与零件上的测量数据 第三个是测量角度 测量角度我们有不同的方法去测量 包括我们可以通过三点确定一个面的某一个角度 我们在零件上先选择一个边线上的一个点 另外一个点选择整个角度的顶点 第三个点选择另外一条边线上的一个点 这样就可以快速地测量当前的一个角度 我们也可以选择两个线段 也就是说测量两根线之间的一个夹角 同样的 我们可以先从模型上选择其中一条边线 再选择要测量的另外一条边线 这样就可以快速地显示两条边线之间的夹角 在测量工具页下面 也会显示当前测量的一个详细角度 我们还可以测量线段与平面 线段与坐标轴 平面与平面 平面与坐标轴之间的夹角 第四个是测量半径 你可以通过这个工具去捕捉我们零件上的一些圆形 也可以通过三点确定一个圆来测量这个圆的半径 比如说我们在下拉选项中选择圆 然后在零件上捕捉一个圆形 这样就可以显示我们这个圆形的半径 在测量工具页下面 也会显示当前测量的半径 以及直径信息 谢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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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